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估计会有正常的捕捉 首选再跟多一次 这支11号码超额迎购 上一次赛前我都选了它做首选 不过跑法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完美 因为这匹马在前一场的时间是流后追得不错 看回这晚国际骑士锦票赛 这支超额迎购前一场赛时片段 总场次是2-2-1 现在是最后的位置 重视这一场的捕捉不算太慢 但是它一段直路里面是全组马改变位置最多的马匹 不断做过22秒3 最近前面就是万众之力 开心好友 以及闪念精灵 似乎这支超额迎购 在阵上第一次看到追势就是流后 因为之前跑几场都是放在前面 而今场前面的快马多了 它也不会像上一场放在前面走 看看上一场赛事片段落雨的时间 这一天是10月29日 排着五档起步黄衫10号仔 一起本就肯定觉得糟了 为什么这么快周围看 方圆就没有马放在前面 它迫着这一只马上了口 你看到这里好像很转容 但这只马已经有点抖口 舍欣都要极力捉住前面这一匹马 所以在自我燃烧得多之下 回来弗力 加上它头两段时间 以下雨的情况来看 都挨近标准 我觉得它会流得比较快点 反而后面的起障之声 就有些遮挡得顺点 所以回到入直路的时间 看见超级应急后 跟前左也抖口比较多 时间 回来的力量 我觉得可以比较值 如果今上手腕五档 它也不需要拿太厚的基本速度 跟回到中置 有马盖着走的话 可能会变身 所以我会跟到它一次 另外10号走黄军天 这只马的状态 就在时刻都放在这里 能力当然不太高 上次上了四班 虽然回到来 输量我几码位 是否不够班 但我觉得它今场有个状态 没有时间之下 算是可以 今次排这二档 就任由前面的对马 抢生抢死 看未呢 在博士屋里面 都好跑 它的证明 都比超级应急多 所以 我觉得它也是有权 去偷这一场马 都未定 所以 走黄军天 是否配入有系红 复速上阵 超脆 所以 我都会兼顾它 另外第三算 是要买 如真如假 上次3.5 到2.7倍 是开跑的 回到来 拍了一个 第四好像平平无奇 看完早段时间 它留守在第三、四位之间 背着131磅 比较重磅 而这一天 10月26日 走三点也没问题 所以你看到 在压地前 这一只超能量 走三点回来 都会赢到马 而早段的步速 亦相对偏快 前战马当中 这一只 如真如假 一直是力拼到底 可以这样算 因为旁边的 阿凡达 还有超级炮弹 回来 断轨了 几只擅长千里 超能量 以及里面的 魅力汉子 被盖上来追过 回到第四位 这一号仔 的如真如假 其实 看只平平无奇 但其实它的阻段 也耗力挺多 的 而且今次 换稀威心 可能有些 弱配 在感觉上 但是 由2.7倍 现在换到23倍 假如今次 不斗放手 可以摔回来跑 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也未定 相对 红中列马 最近的货集 比较似 一把雷尘上去 就很热 都见到刀柏明驱 威风 凉凉凉 都会走急了 而输 所以 陪差距 这么多 如真如假 值得一花一票 令他开心好友 他也是一路 飞开的 猛匹 11档模擬是卡 但是 刻意阻段 稍微留住 如果有正常的捕捉 或者 今次可以测试到 如果他拼出外档 斯加3-6 弯 飞出外面 追 可能没什么阴阳地 可能会帮他追入 一直都未定 所以第四选 我都会先排红中列马 一定是很热的 这一类有些彩衣鸣器 又或者雷神琴上去 它是有些试集速度的 但旁边的魅力星光 热斗车神 甚至是吉利大胜 这些都是比较质身一些的马匹 是否可以作准呢 未至于 所以保险脚 你经它一出即胜 杀杀你 但是下铺都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 我只是放在第五选 是一些博拳不在的马匹 第三场 还有波仔选择了11号超压认构 16号走行均天 4号如真如假 和12号开心好友